終於看到雪了 終於看到雪了 這裡是哪個深山啊 紫湖畔之湯 大掌望露天風靈 上高地啊 可是我那一次來 我秋天來上高地 對這邊沒想 有印象有印象 上坡這個地方有印象 哇上高地都是雪 很好 不過上高地它冬季是閉鎖 秋天很漂亮 沒想到冬天是這個樣子 上高地我有春天跟秋天來過 冬天這次是第一次來 太好啦待會我就要去泡雪燙啊 我要去的地方是平湯溫泉 奧菲陀啊 奧菲陀溫泉香 阿叔叔 阿叔叔你很高 小朋友不要學欸 邊開車邊拍攝欸 反正我也是單手在握方向盤 另外一隻手也不知道擺哪裡 這邊還有旅館 看來生意不錯 下面有溪流 所以說冬天也是可以來這邊住宿啊 趁現在天還沒黑趕快拍一下 待會天黑就沒得拍啦 旁邊溪流啊都是有積雪 然後結果路上沒有雪 然後兩側都有雪 來日本第三天終於看到雪啦 哇 右邊整個都是雪 那你說開車會不會滑一點也不滑 因為今年是暖冬 所以地上都是 沒有結冰啊 我白骨溫泉在右側 好可惜喔 現在白骨溫泉已經沒辦法泡了 因為日規風旅他們最多就到五點而已 現在時間剛好五點半 那雪胎其實跟一般輪胎差不多 只是比較厚 然後它紋路比較細 然後橡膠比較軟 可能這樣抓地力比較好 現在的時速不到六十五十幾 哇 沙灣斗溫泉 沙灣斗是什麼意思啊 這個從松本往上高地的方向啊 就是隧道特別多 因為這邊都是挖鑿這個山洞 嗯 好我錄三分多鐘了 我先錄到這